把棒棒糖放袋子里拿走 不对不对 淘汰 凯莉 你去哪里了 这是哪里呀 哇塞 时空主角 放袋子里拿走 不对不对 淘汰 啊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被淘汰的人都去哪里了 白雪 快点拿东西放到袋子里 我不拿 我不想被淘汰 白雪 这个是有毒标志的袋子 我们只要把有毒线的东西 放到袋子里 就不会被淘汰了 你看 把杀虫剂放到袋子里 正确 那 我把这个毒药也放进袋子里 正确 嘿嘿 我不会被淘汰了 那 我把这个有毒的化学物品 放到袋子里 把这个中毒的鸡腿 放进袋子里 还有这个 中了毒的汉堡包 都正确 这个是 啊 天哪 老师 你怎么了 这个是什么呀 你还没说完呢 啊 糟糕 他们中毒了 我忘记告诉他们 有毒的东西 不能用手直接触碰 这里是哪里呀 这是什么 快把正确的东西 放到袋子里 啊 什么是正确的东西啊 安娜 你看 这袋子上有火焰标志 老师说 小孩子不能玩火 我们肯定要把能灭火的东西 放进袋子里 小野 你说的对 我把水放袋子里 不对 淘汰 什么 安娜居然放的不对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 这个袋子上是什么标志吗 如果是禁止火焰标志 就在评论区 发送060 如果是可以玩火的标志 就在评论区 发送222告诉我吧 小野 小朋友们都在发送060 他们说 这个是禁止火焰标志 我们要把能燃烧的物品放进去 关于火焰的 那 我把这个火球放进去 我放火柴 还有打火机 还有这个 可以燃烧的纸 哈哈 放完了 剩下的石头和沙土 都不能着火 它们不属于可燃物 不对哦 小野 这个石头是可燃物 什么 小女巫 你搞错了吧 石头怎么能燃烧呢 这个是打火石 它们只要轻轻触碰 就会发出小火星 点燃东西哦 啊 这也是可燃物 那我们快把打火石放到袋子里 全部回答正确 哈哈 这个我知道 是绿色的标志 安全出口 是所有人都可以进去的 凯莉进去 王后阿姨进去 仙女老师进去 鲁蛋进去 小野 这里还有白雪 美人鱼和鱿鱼王后 啊 可是 白雪 美人鱼和鱿鱼王后 都是鱿鱼呀 它们也算人类吗 当然算人类了 它们都会说话 它们都可以走安全出口的 啊 可是小女巫 你也会吃饭 会说话 你也是人类吗 我 我也不知道 那我们还是问问小朋友们吧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说 下面这几个 算不算人类呢 如果算的话 就在评论区发送666 我们也让它们进入袋子 如果不算 就发送999 不用去袋子里了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能回答正确吗 正确答案是发送999 因为小女巫是精灵 白雪美人鱼和鱿鱼王后是鱿鱼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